政府兩行製作房屋計劃申請超額 其中鹿油瓦苑單身人士申請超額300倍 房協主席烏滿海華市民的反應是他意料之外 未來會考慮提供更多細單位 房協鹿油瓦苑超額申請至少44倍 房協主席烏滿海華估不到反應那麼熱烈 其中單身人士是3萬人欠100個單位 超額300倍房協計劃 未來在沙田小力園的資助房項目 提供多些一房單位 部分是在居屋或居屋的家庭分拆出來申請 所以這點我想在未來項目設計或規劃 都需要考慮這些因素 或者在規劃或設計上 我們需要提供多些小型單位 房協主席烏滿海有建議 政府邀請私人發展商參建和出售資助房屋 這樣就可以加快這類房屋的供應 政府重申有決心增建供應房屋 他所謂買房屋都要按揭 透過分期還款 所以他第一要考慮自己的長遠負擔能力 以及考慮後市會出現的變化 即無論是利息的變化 外圍經濟的因素 他又說小單位的租金升幅明顯 存在隱憂 政府會密切注視 無線電視機就在尖前門報道